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圳太陽很大氣 我們今天到的第一餐打算來吃這家胡歌烤肥牛 我看到深圳有好幾家這種類似的餐廳 比我們酒店比較近的就是這家 進去看看 中文有什麼日 真好 這是他們的一些菜品 那先來個飯份吧 肥牛飯份 然後再看看還有什麼好吃的 調料 然後小朋友們調好拿過來 脆 我們一上來都吃了 然後這一份是一百塊錢 然後它是凍的肥牛捲 無關的看出這份肥牛捲有多大 真的是用橙來形容 都不為錯 這個醬好好吃喔 一定要沾這個 超級欣賞 有點酸酸的 這就是它的泡菜炒飯 來咬一口 披平一下他們家的炒飯 全都是油 吃到下面真的沒辦法吃 太油了 下底了 炒肉本身就這麼油 炒飯還這麼油 這個是他們家的炒菜炒 我們也要半打一顆 我們現在吃完了那家肥牛 準備點一個這個油茶 點一個小小小 還有一個水果茶 還有一個招牌的茶 欸我們的油茶到了 然後呢 速度還挺快的 這個是水果茶 超大一杯 我點的是這個 水蜜桃小方 這兩杯 這杯好可愛喔 都是粉紅色的 我是看您家有推薦過 然後我們就點過來吃吃看 感覺還OK 我現在喝喝看 還蠻好的 這個桃桃小方 茶味很爽 茶味非常濃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純的茶香味 可是呢 它的糖度只能調到 七分糖 我正常都是喝三分糖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杯 會有點甜一點 可是還是很好喝 這很純正的那種水蜜桃的味道 那來試試看這杯水果茶 巨大無敏 哇這個也好好喝喔 芒果味很重 茶的味道也是很清新的那種 欸這個好喝欸 這一家我好喜歡 果茶愛好者會喜歡的一家店 我們來深圳的話可以試試看 好喝 其實我們準備出門了 去吃椰子雞 上次去吃那家 潤圓四季椰子雞 真的幾乎為天人的好吃 就我原本以為椰子雞這種東西 是比較清淡的 但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打算今天帶他們去吃一下 我最愛的椰子雞 真正的天空還好亮喔 快七點 好海上世界啦 我覺得這邊的建築都好特別喔 就這一塊 這邊還有一個很漂亮的 你知道嗎 椰子雞椰子雞 它好像有活動 搞的這個舞台很大 大家如果第一次來深圳的話 其實可以來海上世界這邊逛逛 它這邊有一個很像 油輪的一個建築 蠻壯觀的 這邊有時候還會有那種溫泉 整個非常大 還蠻好逛的 而且這邊的餐飲店非常多 我們現在在等我的椰子雞排隊 我們是這家樂園四季 我又來了 真的很好吃 竟然是有一個那種 吃飲的 清香的味道 我要點那個 深 就是一間餐廳小菜 然後它會上調料 廚生椰子雞 少仔飯 粉 調料 辣椒 雞 然後這個好像是沙漿橙 它的椰子雞 是醃的水 加好的那種 做的上菜 我超愛喝這種椰子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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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 好喝 今天我們的竹箱 然後我們的雞 然後我們的雞 大一大盤 相聚是圓乾杯 太香了吧 好吃 脆脆的 就很有汁水 主要是它們這家的椰子湯 其實很重 但是 這個雞有雞好 沒有拔乾淨 它的飯裡面有芋頭 特別香 而且辣味非常重 我吃完了 這家真的是我們在深圳 都絕對會打卡的一家店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椰子雞 可是我吃過的椰子雞都不太正常 它的椰子雞的湯呢 是真的是越煮越好吃 就是你要煮到後面 等把那個雞肉的油啊 香味肉香都熬出來 那個雞湯會非常非常鮮甜 它的老仔飯也很好吃 反正就是很好吃一家店 在海上世界這邊 我們現在去找人家 好喝的店喝一下 好飽啊 吃完椰子雞的我 哥 我的肚子裡都是椰子水 還有椰子雞湯 還有椰子雞肉 還有保仔飯 這裡就是晚上的海上世界 還蠻漂亮的 而且非常大 再次實面安利 我的口紅 MAK106 真的很好看 這家人怎麼搞好帥啊 你看好假 這裡人好 我今天好像是有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街舞 然後就人家 巨齒 超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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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化完妝了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吃飯的地方 我出門 好刺耶 我們原本想去吃那家朝香四海 可是呢 它的兩點半之前就關門下的這兩點了 我看來說過去了吃不上 我就打算吃一下附近的那個點鹿兜德 而且我來深圳吃點鹿兜德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很好吃 但是我吃的那家店呢是刚开业的 可能是不稳定的啦 今天这家典都的不知道怎样 典都的 这次吃的是看 王大厦的 是现在的 典都的装修了吗 我觉得都差点 我们点了这些 有个食物重的人 居然想吃麻辣香菇 黑椒牛仔骨 风味很重 下面就直接放新鸟 什么啊 好香的叉香菇呀 这个是带来的 中文广式的蛋黄 超好吃 到里面会选选的 这买了 叉香菇 1.2 这个是烧麦 香芒 一边吃糕 中间是芒果夹的 这个是我每次来都必点的 煮蜜腸 它可能它有10万级沫 然后中间有包脆脆的 还有个虾 这两个酱 它白色的这个叶子豆 奶味很重 今天是真的有芒果的果粒 这个好吃 现在还有个虾酱 这个皮我觉得刚刚刚好吃 今天还有多虾 我好吃 这个是 这个是 我每次闭眼 闭眼 外面这皮又闭闭的 整个口感非常丰富 没有说虾的碎肉 一点 这个烧麦上面有一层颗 大虾 它的烧麦肉也太多了吧 妙的 这个三鲑鱼芥末 它呢 是我每次来甜度的 都会点很多种 算是说特别特别好吃 吃贵的那种 但是你咬下去会觉得 你这个搭配还蛮熟悉的 就是你之前会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 你们带来的话 那个芥末不是说咬一口 就非常非常冲的那种 它是融合在了这个美乃滋里面 所以你每咬一口都会有什么味道 就是你吃多的话 上面这种美乃滋里面 会有点腻 就要喝茶 吃完了 我现在要去买个一点点回酒店喝 大家如果喜欢吃这种茶点喝茶的话 在深圳去广州都可以去试试看领路的 但是要看分店 就是有的分店其实味道不是很好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大众领路上面有一些差评 然后再去说选择一下去哪家店 我是推荐说去人比较多的店啊 就是那种什么评论有成百上千条那种 那种都会稍微比较靠谱一点 味道是比较稳定的 好了去喝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